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 祖先的建筑智慧 古人观象寿时 摸索出自然升息的韵律 并巧妙的方位安排 结合建筑结构 将天文法则铭记其中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台大物理学系吴俊慧教授 来到现场 经文您好 拜托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看今天的纪录片 对于古人的那个智慧 实在感觉太惊讶了 尤其是他们在建筑上 几乎是他们把他们 对于天文的一些知识 能够涵盖在里面 那其实以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些 天文知识 可能要上网Google个老半天 平常看不太早 对 而且还不见得看得懂 那尤其他有介绍一些 史前的遗迹 还有一些 近代一些欧洲的教堂 那我想这个 从天文学家的视角 一定看到是跟我们 不一样的这个解读 那是不是可以先请 老师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天文考古它的产生 跟它在近代上面的一些发展呢 对 它里面提到一个 特别的名词叫做 考古天文学 那我们一般的印象 考古在地上 天文在天上 这天差地远 怎么有办法合并在一起 那其实谈到这个考古 我们必须要知道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就是关于人类文明的这个考证 那这个人类文明考证 一个很重要指标 就是我们对天文的了解 对 那我们这个 一般对天文的了解 因为我们讲说地面的这些 人世地物其实都会随时间改变 可是永恒不变的 就是在天上的这些天象 那我们常说人类 自称是人类万物之灵 那我们其中的一个本事 就是会把这些自然界的现象 不但加以观察 加以记录 甚至于善用它 比如说我们根据这些 最简单的天文 就是日夜的变化 那我们把日夜变化 定成是24小时 所以我们有手表 那我们把这个四季的变化 做成年曆 所以有春夏秋冬 我们知道说冬天要来 我们要换厚重的衣服 因此我们会对这些 简单的天文 在持续的变化 有所理解跟应用 那可能很多人会讲说 其实很多动物 都有这种本事 比如说动物到冬天来 它会去冬眠 可是你要知道 动物去冬眠 它不是因为看年曆 说冬天来的时候 我要去睡觉 对 只有人类说 夏天来的时候 要准备夏天的衣服 对 那所以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 这个发展上面 其实我们就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或是指标 就是去观察我们的天象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变化成是 对我们生活 有便利的 一个方便的一个工具 那常见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建四合院 东南夏凉 或是我们建教堂 这些其实都跟方位有关 但是这种地面监物 常常就会随着这个时间 的这个流逝慢慢损坏掉 那唯一比较不容易损坏 就是影片里面提到 这些大石头 它可以屹立在那边 数千年不变 那透过这些大石头 又加上说 我们说我们人的文化会变 可是天象是不变 所以即使在不同的文化底下 他们所观察到的天 是一样的 因此如果他们能够用这些 可以更久不变的这些大石头 来记录天象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石头 地面石头的考证 来了解他们对天文 天象的了解 而进一步了解他们对 这个文明的发展的这个程度 对因此才会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考古天文学的出现 尤其是这些大型的这种建筑物 就像刚刚提到这些巨石镇 其实对我们要留到后世 大概也是要有这么厚重的建筑物 才有办法留存下来 那在影片中提到这个 埃夫伯里石镇 没想到他跟古夫金字塔之间 竟然有很多数学上面的关联 一些巧合 对 这其实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 我们会觉得当初的人 他到底是怎么能够知道的 那这些数学上面的关系 似乎需要有很精确的这种测地学 才有办法 那是不是就这个部分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因为影片里面所谈的这些古明 都是数千年前的东西 已经没有文字的记载 可以考证 我们就是按图索 其他留下了什么样的石头 留下了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按着他来做研究 那其中他就点出了几个巧合 比如说像这个 埃夫伯里的 他的这个所在地 他的纬度 所谓纬度就是他到赤道 地球 他所在纬度到赤道的 这个最近的距离 这就是所夹的原型巧 就是他的纬度 他发现说他的这个纬度 乘上7倍 正好是360度 那这个也就是说 你把360度除以7 你得到的数字 大概是51点多 那你都发现这51点多 正好是我们讲说 这个埃及最伟大的金字塔 古夫金字塔 古夫金字塔 它的这个金字塔 斜边的这个夹角 也是大概就是51.4度 差在0.4度 非常接近51 那古夫金字塔所在的纬度 正好是北纬30度 那这北纬30度呢 又是埃里巴里旁边的 一个人造塔的 这个斜塔的这个斜角 所以这个斜角呢 是古夫金字塔的纬度 古夫金字塔的斜角 又是对方的这个纬度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也不知道 可是这种巧合 它有什么科学上的意义吗 对 那这个就是说 影片里面就提到 很多的类似像这样子的巧合 那这样的巧合 就是我们事后去发现它 那这里面暗藏有什么样的意义 其实我们从一两个Case 看不出来 我们要从很多的 这些考证里面 慢慢来探究它 是 所以科学家去 找到这些巧合 其实对我们来说 如果没有去找到 足够的去把它 编成一个解释的方式来讲 它其实就只是巧合而已 没有错 所以我们在做 这些考古天文学的时候 在这方面 其实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而且这些巧合 似乎它并不只是 用天文的方式解释 它有很多的几何学在里头 那是不是先谈谈 这个古夫金字塔 它就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建筑物 是 我想这个古夫金字塔 是大家讨论非常多的 一个主题 我们要谈其实 全部要谈可能谈不好 我就随便点几个重点出来 比方说我们先姑且不论 说它这么大 因为它的底边的边长 大概是230米 高度也有大概将近147米 原始的高度 这么当中我们姑且不论 石头是怎么运过去 怎么叠起来 光是就天文跟数学 就有很多的巧合 以天文来讲 我们知道中间有国王密室 那旁边有两个这个 类似像这个通风口 那窄的地方长宽 大概只有20公分 人大概勉强爬得过去 是走不过去 可是它做得非常笔直 南方的那个呢 就直接可以对应到这个 这个猎户座的腰带 就在某一个时间 它可以对应到猎户的腰带 那猎户座在以前的 它们文化里面 就是所谓天堂的所在 对 那你怎么有办法说 金字塔盖着这么大 那一个小小的通风口 做得这么笔直 从国王密室就直接可以看到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就可以看到这个猎户座的腰带 而且我们说这个金字塔 排列的方式就很像是 猎户座的这个腰带 那这是关于天文的部分 那关于数学的部分的 巧合就更多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金字塔 我们知道它有四个面 这个每一个斜面 都是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呢 正好就是它高度的平方 也就是说你以它的高度呢 为边长画一个四方形的话 那面积正好是斜面的面积 那我们另外来谈谈 一个很特别的这个青铜器 内部拉星象盘 那我想这个星象盘 在当时发现的时候 会想到当时的人 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观测能力 可以在这么小小的一个 星象盘里头去说这么多的故事 那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谈谈 他们想用这个星象盘 来了解什么呢 对 那这个星象盘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物件跟主题 那我们可以从它的 基本的结构来谈谈 它里面可能暗藏的 天文相关的这些讯息 那这星象盘旁边 它其实有一个 金黄色的这个亮带湖边 那后来我们发现说 其实我们知道在地球的表面 南北纬不同纬度的地方 看到日出的方向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夏至跟冬至的时候 不同纬度的人看到太阳 日出的方向会不一样 那我发现说 就在它那个纬度的地方 所观测到夏至跟冬至 日出的这个方向呢 所连成的弧线 正好就是它的那个 青铜盘的那个湖边 那它这个其实是非常 又是一个巧合 无法理解巧合 那里面也画了 类似像月亮 霉月 另外一个 有的人说是满月 有的人说是太阳 显然应该是跟天文有关 而且里面也还有一些点 这样像铜器点出来的点 一般认为说 这个可能也跟 这个天上最有名的星团 这个卯修星团可能有关 所以基本上一般相信 这个大概就是 绝对是跟天文有关 而且从刚才讲的 这个日出日落的这范围 却很 却是这么样的精准 记录在这个盘上面 所以一般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 因为它是在 这个欧洲青铜器时代 所出土的 所以一般觉得 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 是 那先民用了这些 这样子的一个星盘 他们是要拿来做什么呢 最常见的就是 我刚才讲 我们一年有世纪的变换 那大部分国家以农历国 你可能可以应用在农作上 那你知道太阳从哪边出来 你就知道现在 大概哪个季节快来 或是哪个季节即将过去 那因此可能有利于 你的农作或是日常生 所以它就好像拿了一本 农民历在那边看一样 对 等于是一个简单的 我们现在都把所有的资讯 都已经数位化了 然后印在书上 或是在这个电子的 这些仪器上 那古时候的 没有这么样先进的科技 他们就坐在 很简单的一个盘上面 就可以知道现在 大概是一年四季里面的什么时候 是 那就位你刚刚有提到 一个卯秀星团 那在影片中 他其实有特别介绍到 在德国萨克森这个地方 他发现了一个 哥瑟克的这个观日台 似乎就是特别在观察 这个卯秀星团的 那这个卯秀星团 为什么特别需要观察它呢 对 那提到卯秀星团 也是一般在谈天文神秘学 很多人会提到的 那其实在这个西伯兰文化 在东莹文化 在印加文化 各种文化 中华文化里面 都有这个卯秀星团的 这个记载跟讨论 那其实说出来 它道理很简单 因为它就是 因为我们每次讲到星星 就是一颗一颗的 你曾经使用望眼镜 去看星星的人 就发现说 望眼镜被绿色很大 可是看到一颗星星放怎么大 除非是 这个八大行星 否则就是一个亮点 那卯秀星团不一样 你不需要望眼镜 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它 那它在天空的这个大小 大概几乎是两度 两度就差不多是 你用手指比天空 大概就是 将近两个手指宽这么大 也就是说 卯秀星团是所谓 俗称的七姐妹 因为这星团有七颗 主要的恒星 那其实旁边 还有比较暗的一些恒星 那这七颗里面 有六颗特别亮 而这六颗多亮 你用肉眼直接就可以看到 而且不但肉眼看到 这六颗 你用手伸直去比天空的话 它大概就是将近 两根手指的宽度 肉眼其实是可以看到 这是最容易观测的 最容易观测到的 这正好就是在太阳黄道上面的西方 在天空跟地底上 有其重要的地位 那我们知道 这个卯秀星团的重要性 那在影片中 有介绍到一个 奥地利境内的 缓状豪钩遗址 它其中有一个门 就是对着卯秀星团 那另外一个门 它是对着这个 天蝎座 主星的星秀二 那这个星秀二 它又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为什么另外一个门 要对着它呢 对它就是看到这个卯秀从西边下去之后 星秀二就上来 那其实我们这次说什么秀 什么秀 这个其实是我们东方给它起的名字 我们以前就是认为说 太阳是绕着地球转 所以以地球为主的话 太阳大概一年会绕地球一整圈 所以我们就把太阳绕地球这一整圈所走的路径 我们称它黄道 然后把它四等份 就是有所谓的东苍龙 西白虎 南朱雀 北玄武 那这四大王 它又各掌管七个小王 那这七小王就叫做七秀 所以七是二十八 我们太阳走一圈 它就是会经过二十八秀 那这东苍龙所掌管的七秀里面 最中间那个其实是房秀 房秀的旁边就是星秀 那西白虎 西白虎它掌管七秀 中间那个就是卯秀 它其实就在正西方 所以正东这个房秀旁边就是星秀 正西的这个正中间其实就是卯秀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在西下的时候 另外一个当然会从东方升起 那你说为什么星秀 它不谈房秀谈星秀 因为星秀其实就是西方的天气 比较有名 而且看起来也肉眼上比较容易辨识 又是比较亮的 对 那你说这门怎么会这么准去对到这个方向 其实我会把它看作是 它这个这一圈它做得准确到 它连东西向都可以对得很准 因为我们平常用太阳去判断东西 其实不太准 因为我们冬天跟夏天 太阳日升的方向其实会改变 可是我们天上的这些星星 它东南西北其实是不会变 它每天从东方升起的范围都是一样 所以那在那时候有人说 你如果要把门建得非常正的话 你可以用指南针 可是我们知道地磁跟这个地球自转轴 这方向其实是有偏差 所以即使它有指南针的这个科技 它靠指南针也没有办法定出 这个正东正西正南正北 因为地磁跟这个我们的地理的这个方位 最大在地表最大可以差到将近五度 五度左右 所以一般相信就是说 它应该是已经知道 这个晚上天象这个升卧方位 它是最准的 对 是不会随时间改变 不会随时间 它是最准的 因此它有可能是根据这个道理 去把这个威力的正东跟正西 把它给定出来 那光是这一点就 我们对它的这个智慧 就相当相当地佩服了 的确 而且它必定是经过各种的观察之后 它选择用星象来当作 它这个定位的指标 光这一点实在 我们现在人就没有几个人可以达到 而且这是好几千年前 这就是太惊讶了 那除了这个观察太阳跟星星之外 其实月亮的这个周期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 那从这个巨石镇的这个石柱里头 就发现跟月亮的关系 其实就是在说明这个月亮的规律 这又是另外一个让人觉得很神奇的石 那谈到巨石镇 大家就会把这个 它的这些天文跟数学上面的 这些巧合又拿来讨论 那其中一个非常巧合的巧合 就是它外围总共有29根大石柱 那第30根比较小 你可以称它 姑且称它是半根 所以如果你要数说外围有几根 如果说它是29根半 29.5 这个正好就是农 这个农历 这个应该说阴历一个月的时间 那所谓阴历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假设这是地球 那月球绕着我们转 那这个月球 假设这边太阳在这边 月球绕地球一圈跟太阳 在同一边的时候 这个连续两次在同一边的时候 我们定义成是一个月 那这个正好就是29.5天 就正好是外面的石柱的格数 那你再把这个巨石镇再往里面看 里面有19根这个小石柱 那这19根小石柱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一年有365天 365天月球绕地球会绕几圈 你会发现365天除上29.5是除不进的 可是如果你把365天乘上19 也就是说19年 你用这个19年的天数呢 去除上29.5 你就发现除了净 那就是你会得到一个235的数字 也就是说19年间呢 这个月球会绕地球大概235天 可是一年假设如果只有12个月的话 12个月乘上19年 是大概228个月 228个月跟235圈 这间差了七圈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农历 我们是每19年有七个润月 就是这样来的 太神奇 对 那你说外圈是29.5 内圈是19 显然他们知道说 这个太阳跟月亮 有这些周期性的关系 那19年有七个润月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魏晋南北朝的大名利里面 已经有记载 甚至于更早一点 在西方的古希腊文明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末东章 末东所订定的这个历法里面 就有谈到这个事情 那这Stonehenge这次更早 这个可能是4500 新石器时代的事呢 大概是4、5千年前的这些东西 竟然在那时候就已经 人类已经观察到 我们认为他应该是 已经观察到这个现象 这相当不简单 那我们在今天的影片 介绍了很多这个 西方的考古上面的一些巧合 那我就非常好奇 既然这种天文是 当时的共同的普世之士 那东方的这些天文上的 不同文化上面应该也有 对 它应该有它的巧合 对 没有错 我们其实从东方天文 如果你要去考古 最早的 其实大家耳熟能想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用天干地支 来这个祭年 祭月 祭日 甚至于祭时 我们讲的是八字之学 命理学也是用到天干地支 天干地支最早其实在 甲骨文里面就有了 更早呢 对 它其实非常早 我们讲的12生肖 其实就是地支 那其实你这个追本缩缘 它在这个甲骨文里面 其实就已经有了 那甚至于在左传里面 就有哈雷彗星的记载 那从秦始皇那个年代之后 哈雷彗星就最近也是1986年不算 从秦始皇之后一直到1910年 哈雷彗星总共造访地球29次 每一次都被我们天文观 给记载下来 古代有设这个专门观天象的观 叫青天见等等都是 29次都记载下来 可是可惜的是 没有人发现这是同一个彗星 如果是的话 它今天就不叫哈雷彗星 它可能叫做秦始皇彗星 是 就由我们命名了 对 那你再去仔细去看 我们中国古代东方文化的 这些天文史料里面 甚至于对太阳黑子 超新星的记载等等 都非常详细 甚至到1500年前左右 这个陈佐边 这个全天图就已经有 高达1464颗的恒星在那边 那利用这些天体的这些运行 根据天体运行 我们可以理出这些时序的变化 时间秩序的变化 然后可以创造出很好的历法 那比如说在这个汉朝的太初历 就已经有24节气 那甚至于被日本也大量去引用的 这个到魏晋南北朝所定的 这个大名利 这个就是里面的 关于这个时序的变化 已经记载得非常详细 甚至于连这个日月时等等 都有非常准确的预测 那知道老师您自己对易经很有研究 那易经其实就是在叙说 这个宇宙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秩序 那是不是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对 易经简单地讲 就是在探讨天地人 所谓的三才 那八卦大家都看过 就是三横杠 那三横杠所代表 就是上面是天底下地就是人 中间就是人 那这横杠有时候是连在一条 一起变一条线代表阳 有时候是断开代表阴 所以天跟人跟地可以各分阴阳 就是有所谓的八种 二乘二乘二 八种不同排列组 就是所谓的八卦 那八卦从之变成六四卦 六四卦排成方形 就可以代表东南西北 那排成圆形 围着方形四周 就可以代表这些时间 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的 圆方图或是所谓的方圆图 我们常讲天园 地方 天象时间 地象空间 因为你仔细观天的话 发现时间在改变 天象会更是改变 所以天象改变 你就知道有时间的存在 那地上的话 我们就发现有东南西北 因为东南西北 都有它不同的属性 所以简单讲究在医学里面 其实它严谨一生 也就是说在探讨天地之间的 这些道理的时候 很多乱七八糟 或是非常复杂的 这些事物的背后 其实有暗藏它 所谓简单的道理 其实就在所有的挂项 那不只是中国的《易经》 包括我们节目上所谈的 这些西方的这些古文明念 其实都是把这些 非常精要大自然背后 这些运行的道理 很忠实地把它给记载下来 甚至于想办法去进一步探讨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现在 繁琐的这生活里面 已经慢慢慢慢地不见掉了 是 所以真的再去看今天这个影片 然后我们再去看天文 跟所有的文化之间 它的这个串联 那最后是想请教俊慧是 就您自己本身 在天文上面的研究 还有在《易经》上面的研究 你觉得我们现代人 应该怎么样去思考 天文跟人文之间的关系呢 对 当我们去考证东方或是西方 这些古文化里面都发现说 里面有这么样多的桥 那表示它应该背后有运长一些 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些道理 那反观我们现在近代 我们这些物质生活 这么样的泛滥 每天在柴米油温酱素茶 十一柱形底下 都已经慢慢忘却掉 这个天地大自然里面 背后这些简单的道理 我们每次讲到地球科学 天文物理就好像是 考试里面要考的科目 对 感觉很金色 对 可是你越是去考古 你就会越发现说 古时候的这些智慧 十一柱形可以改变 可是天地之间道理不变 他们花很多心思 要从这个天地之间的道理 去找出其中背后所蕴藏的智慧 那每月看到这边 我们就会有很深的感触 就是说我们现在物质生活 这么样的进步 我们是应该反思过来 重新去重拾回 这个已经慢慢被淡湾的 大自然背后所蕴藏的这些道理 而不是迷失在 我们现在慢慢已经 经验重域跟泛滥的物质生活里面 所以从考古天文学里面 从东方跟西方文化的探究里面 其实我们会找到 有句话说简单就是美 为什么简单就是美 就是说万物虽然复杂 可是背后暗藏的这些大自然道理 其实都是很简单 不只很简单 而且有很多 我们无法理解的巧合 那这种巧合 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美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君会来跟我们分享 真的就像您说的 我们的这个柴米油盐 酱油茶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 可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如果它是有这么多的巧合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蕴藏着一种美 它可能就是在叙述的一个真理了 真的透过今天的纪录片 提醒我们再去回去 我们人跟自然最初的那个关系 去找到那份纯粹的那个美 是 再次感恩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地球证词 感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